第九百二十集 站在墙边,云基打开手里的激光手电筒 冲着穆飞池这边,用摩尔密码按了几下 一闪一闪细微的灯光闪烁在黑夜里 读懂了他的信号灯 穆飞池朝一旁的意大利队友打了个手势 领着他们沿着他爬过的草地缓慢往前走 雨林里的夜色光芒暗淡 阴晕的水汽里夹杂着刺鼻的血行味 跨越了地雷障碍区 一行七个人分别从各个方向包围了茅草屋 穆飞池主攻屋子 云西则去左侧的小茅屋 找三个被绑架的专家 一切发生得悄无声息 雨林里的虫民生屏蔽了他们行动的声响 因为不确定屋子里到底有多少人马 进攻的六个人里谁都不敢大意 云西摸索着从一侧的竹笠巴走到边上的小草屋 因为靠得近 这里并没有人把守 他飞快地翻过竹笠巴 推开茅草屋的竹木门 里头点着昏暗的蜡烛 三个被绑架过来的军国专家背对背地绑着 嘴巴也被胶带封上了 云西放轻的动作走上前 冲他们比了个虚的手势 边替他们割断绳子 边说道 我是军国的人 我来救你们出去 不要叫 也不要喊 动作轻一点 三个人呜呜呜地点了点头 恐惧害怕了好几天了 总算看到有人来救他们了 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专家 看清楚了云西的长相 有些质疑 怎么救你一个小孩子过来 没有其他人了吗 如果只是他一个 外头那么多雇佣兵 他们根本跑不了啊 现在逃出去了 等回头被抓回来 惹及了那群杀人 不眨眼的恶魔 他们肯定会直接 了结他们的性命的 担忧的质问 直接暴露了他们三个人 最担心 最恐惧的事情 云西一眼就看出了 他们的担忧 扯了个笑脸 安抚道 不仅仅只有我 我们一行十一个人 你们运气好 这次遇上了 训练有素的特种病 不用担心 我们会把你们救出去的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另外两个人一听 十几个人来救他们 感激地松了口气 你们先跟我走 他们要先解决屋里的人 站起身 云西冲他们点了点头 领着他们往外走 小心啊姑娘 刚出门口 出去林子里撒尿的一个雇佣兵 突然跑了回来 迎面而来 对准云西就是一枪 云西快速反应过来 一个侧身 把身后近距离的专家 推倒在地 子弹下一刻 就砰的一声 射进了草屋的茅草里 还好反应快 再慢一秒 两个人不是她死 就是专家死了 没等她起身 云西快速地抽出 腿边的消音枪 一枪打中特种病的胸口 快走 蹭地站直身 云西一把拉起 被自己推倒的专家 领着他们 从一旁的侧门 走到了 已在自行的阶梯上 山脚旁 云西看了眼 已经进了屋 很快清扫现场 出来的沐飞池 两人互相对视了眼 她却看到了沐飞池 冲她摇了摇头 人不在里边了 沐飞池走了上前 里边已经解决掉了 剩下的几个雇佣兵 意大利队友 也把另一边 关着的村长 和家人放了出来 他们正耐心地 用着奥口的当地语言 手脚并用地解释了一番 他们今天的行动